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聊拼多多以及阿里巴巴两家电商公司的市值的一个变化和对比 以及所反映出的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拼多多的市值来到1883亿,离阿里巴巴的市值可以说是一步之遥 阿里巴巴的时间是1899亿,经过长年的股价的下跌,一个巨头逐渐的陨落了 如果放在三四年前,你说拼多多会超越阿里巴巴,可能还没法相信 但是也就这么三四年的时间,两者的位置抖转心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说三四年的时间,时代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有一句话说,当时代抛弃你的时,不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时代的变化往往是静悄悄的,但带来的这种冲击和变化 又是对个体也好,企业也好,又是往往很剧烈 拼多多其实它代表了一种消费降级的一种文化 就是大家手头比较紧的时候,钱比较紧的时候,选择性价比高的东西 而阿里巴巴也好,包括京东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京东的股价也是常年的跌跌不休 从高点来跌了很多 很多投资阿里巴巴也是可能坚持了很久 股价一路下跌,一路加仓,坚持了很久 始终迎来不了曙光,甚至股价还有创前提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整个时代的大潮变了 前天我也讲,像抖音电商的崛起,拼多多的崛起 其实对阿里巴巴也好,京东也好,都带来巨大的冲击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尤其从疫情以后或者这三四年 已经悄悄发生了巨大的转身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跟20世纪90年代日本以后 有点像的这么一个偏消费降级的这么一个时代 日本其实在消费降级20世纪90年代以后 它出现了很多这种廉价品牌 它在消费降级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消费品 很多的这样的品牌,比如说唐吉克德的好特卖 还有比如说明创优品的老师,大创版源店 你像明创优品也是很典型 就是这一波市场里面比较坚挺的股票 股价涨得比较多,然后也比较坚挺 其实都是代表一种人们节一缩始 消费降级的这么一个潮流 包括优衣库等等 这都是日本进入老龄化,烧字化以后 尤其是债务负担比较沉重的这么一个时代 诞生的这些消费品牌 所以我们未来也是一样 未来的创业,未来的商业 能够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也要迎合这个趋势 就是大家手头比较紧 尽量追求性价比高的一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会迎来一个消费降级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过往二三十年 加杠杆加的比较猛 居民也好,企业也好,政府也好 杠杆都拉得很满 拉得很满以后,逐渐来到了一个还债的阶段 也就是我常说的 会员里面,直播里面常说的 长债务周期的一个拐点 在这个长债务周期拐点的过程中 可能要持续的时间比大家都想象的长 居民企业政府出去一个长期的去杠杆 或者是缓慢的降杠杆的一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手头都会比较紧 杠杆率之前也给大家分析过 看过,总体来讲 杠杆率已经攀升到比较高的一个程度 另外就是我们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 这个也跟商业的变化趋势的息息相关 人口代表需求 我们有两波婴儿潮 一波是62年和72年出生的 平均出生人口是2421万 平均年龄是54岁 第二波婴儿潮是1982年到1991年 这10年间的平均出生人口是2284万 平均年龄是36.5岁 所以说你要抓住中国的人口主体 在哪个年龄段 同时哪个年龄段的人更有钱一些 手头能更富裕一些 这样容易把握住消费端 最终消费端的一个需求的趋势 包括如果做婴幼儿的生意 也要考虑到少子化的情况 一号二号的一个变化趋势 因为现在人口出生率是逐年在递减的 下降的速度也比较快 而且我们已经在2022年 去年已经越过了出生死亡的交叉点 在2022年出生人口是956万 但死亡人口是1000多万 所以人口来到了一个净减少的状态 所以整个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好 包括债务结构的一个变化也好 以及当然还有技术 科技革命AI 种种这些构成了我们一个大的经济周期 所以当经济周期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只能顺应着它去适应 去做一些商业的一些方向 而不能逆着它 如果逆过来 前两年如果去搞消费升级的这些品牌 这些方向这些努力 可能都会复之东流 而且会竖得很惨 好 这个就是借阿里巴巴和拼多多 这两个公司的市值变化的股价 跟大家展开的做一点小的分享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拼多多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其实他们从21年初 股价都又有一波大幅的下跌 只不过跌完以后 拼多多它又涨回来不少 而阿里巴巴就沉沦了 像京东也是一样就沉沦了 其实这个过程就反映了此消彼长 就反映了告诉你 时代其实已经变了 大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 有些过去的荣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而未来处于新的创新者 新的引领者 适应新时代的这种变革的商业主体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的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